今年全国宇文竞赛在桃园县举办 为了加强选手赛前战力 随队集训指导老师以及竞赛员 虽然一路舟车劳顿 但仍在赛前反复练习 果然黄天不负苦心人 课语朗读特优 国语朗读优等 每一年都会办理的全国宇文竞赛 今年跨离县成绩相当优异 玉立国小庄亭梅 以及王安姐两位同学 从玉立镇宇文竞赛开始 在刘盈军以及刘盈景老师的培训之下 一路过关斩将 在全国宇文竞赛当中 荣获亮眼夹击 取得现代表选参加全国赛 那我们这个特与特优 也可以说是这几年的 这个成绩最好的 那国语朗读优等小朋友 也是表现很棒 差一点也是成绩也是特优 两位学生训练期 都不到半年时间 靠着学校平时的语文推广 其中庄亭梅爸爸是课家人 就时常跟家人课语对话练习 增加预言反应 问爸爸你有没有吃饱 你有洗澡了吗 我要洗澡这样 这类的话题 然后有些我不会讲 我都会问爸爸 爸爸就会教我正确的方式 另外王安杰在这次国语朗读得到优等 虽然说成绩稍微有点不满意 不过他也从竞赛当中学习到了自信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努力就是我的成绩 然后当然得优等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还有明年的一次机会 校长表示 能有如此亮丽表现 归功两位老师 利用课余时间以及假日集训指导 学校也会将持续深耕语文基础教育 致力多元族群语言文化传承跟创新 让更多新秀有机会登场 培养自信 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记者高雄雄云正采访报道 我们下集的语文学习能力 谢谢大家